來,課本收起來 又要開始挑戰了 好,我們乘幾次 這一支玉好,我們就會教了 三分之一,乘以 六分之五 減一 除以 一減 零點八七五 乘一 點六 乘十四分之三 看黑板 我只要你聽而已啦 聽久了,你自然而然會了 好,頭抬起來看 好了嗎 來,看題目 一開始先做什麼事情 小數 這個小數跟這個小數要換分數 記住,不要分數換小數 為什麼 因為這個三分之一就出問題了 因為這個三分之一 你把它變成小數的時候 它是0.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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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不完耶 寫到你生兒子的 寫到你當阿公,寫到你死都寫不完 聽得懂嗎 它是0.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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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不懂 這個七分之五也會寫不完 聽得懂 六分之五也寫不完 你,我 好,我補充一下,來,請問你了 來,三分之一 等於多少 來,我們變小數 0 來,1除以3 0 點小數點 換下一位 3 33 9 所以已經到十分位了 所以點好小數點 所以剩 1 再換下一個錢 換更小的錢 數量變十倍 所以呢 3 339等於 1 好,換到千分位 3 -0 數量變十倍 所以33 9 怎麼了 所以除不盡 除不盡 聽得懂嗎 懂 懂 懂不懂 所以等於0點 3 333 除不盡 再來 再來 我再猜一個 再找一組 再找一組 再找一組喔 再找一組喔 我再找一組 來 我們寫七分之一 好了 七分之一,來 來 1除以7 整數1不夠 所以換 分不到整數 1 整數不夠啦 所以分到0個 所以換十分位 數量變十倍 10除以7 2拿一個 拿走7個 所以還剩下 3 所以我已經分到十分位了 懂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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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除法記得 除法就是一種錢 一種錢 一種錢 慢慢的分出去 所以整數分出去 不夠分 分不到 寫0 那換下一個錢 數量變 十倍 所以十除以7等於1 分掉了 懂不懂 那你一定要 為什麼要點小數點 是要告訴人家 你把什麼錢分出去 你分到什麼錢出去了 懂不懂 再來呢 補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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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下一種更小的錢 所以呢 74 28 所以剩下 2 換下一種小錢 數量變 10倍 20除以7 7 2 14 剩 6 下一種小錢 補0 數量變 10倍 所以呢 7 8 56 剩 4 換下一種小錢 數量變 10倍 補0 所以呢 75 35 剩 5 好 換下一種小錢 數量變 10倍 補0 77 49 剩 1 你們怎麼知道 所以這裡又是 1428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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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不会了 所以他也是除 除不尽 他也是除不尽 那我请问你了 你有没有观察出来 什么时候除得尽 什么时候除不尽 什么 基数 基数都是除不尽 对不对 你乱讲 那五也是基数 那五分之一不能除尽 好好好 来来来 我们从最简单的开始 看这边 我们从最简单开始 慢慢一个一个观察 二分之一 变小说 零点五 为什么那么快 因为有背过 对不对 好 再来三分之一 零点三 三不完 再来四分之一 零点二五 有背过零点二五 五分之一 零点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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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分之一 除除看 我们没有背过 来除除看 跟我一起除啊 跟我一起除 帮我喘 六 来不能零 点小数点 五零 换下一位 继续除 六一六 水生 四 来 六六 三十六 三十四 换下一位 数量变非 六 二 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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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呢 零 零 水六分之一 等于零点 零点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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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会不会 这七分之一 我们刚刚学过了 零点一 零点一 四二 八五 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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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会不会 来 八分之一 零点五 零点五 九分之一 零 零点五 零 不够 分不到 零点五 零点五 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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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 會不會 十分之一 好簡單喔 0.1 十一分之一 要除除看 多少 小數除法到底我這樣子除那麼多邊你會不會除 所以其實其實記起來 除法除法整數除法小數除法都是一樣一樣一樣啦 你就是一個位子一個位子一個位子慢慢除下去懂不懂 懂不懂 好1不夠 1不夠分給1所以大家拿不到寫0 那10分給11也不夠所以大家分到0個懂不懂 再來100除以11 9 所以這裡 99 所以減完 1 好再換下一位 1 啊又多大 再來換下一位 9 又是99 又剩下一 換下一位 你知道了 好 停 所以0.09 0.09 會不會 來觀察 什麼時候除得進什麼時候除不進 什麼時候除得進什麼時候除不進 那我再請問一件事情 什麼時候能整除 你先去想 這個可以整除嗎 對不對 這個除得進啊 這個也 除得進 這個也 再來 這個也 除得進 這個也 除得進 這個也 除得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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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跟你講 分數就是除法嗎 所以就是1除以2除以2嘛 啊所以下面的東西是除以2嘛 啊這個是除以4嘛 啊除以4除以4不就是 分兩次除 不是除以2跟除以2結合來的 你看這個4是 4是什麼啦 你們學過分解了對不對 4你把它分解是不是 2跟2乘以2 啊因為它再分母 表示它是除以2再除以2把它結合 變成除以4 除以2除以2結合就變除以4 分母就是4了 那這裡5呢 就是除以5對不對 啊這裡呢 8呢 8呢 分解就是2乘以2乘以2 那因為它在分母 所以代表就是除以2 除以2 除以2 這個死呢 是2乘以5對不對 是不是結合 把兩個除法結合變成 乘在一起啊 所以死死死 除以10就是除以2又 除以5 啊結合的時候是不是變成除以10了 那你們會發現 所以你只要把分母 把分母 分解之後 只有2跟5 都是除得進 其他通通 除不進 來 你把這個 這個6分解 2乘以3 欸 跑出3 除不進 把這個 9 分解 3乘以3 沒有2沒有5 有沒有 跑出別的東西 除不進 那請問你 那35分之1欸 除得進還是除不進 除得進嗎 1除以35 啊除以35 可以變成除以5又除以7 除以5是除得進 可是除以7是 所以答案是除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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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所以他剛剛其實一開始他第一次的講法是接進的 有沒有在聽 有 所以 所以記住記住分解 你只要分母分母把它分解 指音數分解有沒有學過 暑假學的 有 有沒有 分解有沒有學過 你只要分解之後 出現 二無以外 就除 不 進 有二無以外 就會除 不 進 聽得懂嗎 聽得懂 聽得懂 那請問你了 75分之1除得進 還是除不進 除得進還是除不進 那你又不會分 75你會不會分解 看到5用誰分 5 所以等於 15 看到5用誰分解 5 所以等於 3 看到3用3 所以分解完了 所以呢 所以75就是除1 5 又除以5 又除以 4 除以3嘛 啊除以5除得進 除得進 可是看到這個 除不進了 懂不懂 懂不懂了 會不會了 所以記起來什麼時候除不進 誒 要先做一件事情 就是先分解之後有二無以外 就除不進 會不會了 會不會了 真的懂 好 那請問你 請問你 請問你 誒 誒 誒 來 除得進還是除不進 為什麼除得進 為什麼除得進 剛剛講過啦 7575分解就是 三個數字啊 啊所以咧 所以這三不就不見了 所以會變除得進 會不會了 會了不會了 好 什麼時候除不進 嘿 分母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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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現二無以外 就會除不進 因為分母就是除法除法 分母就是要除 懂不懂 所以你把它分解分解分解 就會變成除很多個東西啦 那除很多個 除到惡無以外 就除不進 懂不懂 那什麼時候除得進 只有惡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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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惡無就除得進 所以分解 只有惡無就會除得進 那請問你 三十二分之一 除得進還是除不進 只有那個誰 只有那個誰 家綺在動筆而已 他已經開始在分解了 你沒有分解完 你沒有分解完 你看你把暑假學的分解 人都忘光光了 偶數用 偶數用 指引數分解 寫起來指引數分也要用 二三五七十一十三十七十九 二三 二三 二九喔 所以用來除掉十六 偶數用二 所以等於八 偶數用二 四 偶數用二 所以一共幾個二 所以一除以三十二就是一除以二 除以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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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什麼時候除得進 除以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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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先做什麼事情 分解 只有二 五 就除得進 只有二 五就除得進 分解之後 只有二 五就會除得進 那有二 五以外就會 除得進 只有二 除得進 啊有二 五以外 除得進 會不會了 會了 好 好 收起來來 跟我講 先學醫生 動手術一樣 哪裡開刀 哪裡先做記號 小數點 打勾 小數點先打勾 對 先打勾做記號 來 0.875等於 1 還記得喔 好 不錯不錯 有老人痴呆 1.6等於1 1 1 上下約分 1 1 9分3 到這裡哪裡不會 好 為什麼要小數改數 不要分數改小數 那麼多人講 我怎麼這樣誰講啊 你說 因為他說分數不一定可以變小數 對嗎 對 那舉一個例子 3分之 1 2 都可以 好 1跟2 講一個就好了 這麼貪心一次講兩個 所以3分之1等於0點 3不完 會不會了 好 那我再請問你上次教過了 什麼時候的分數 什麼樣子的分母 會除不進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你記得好清楚 反應好快 二無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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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除不 進 聽得懂嗎 聽得懂喔 舉例子 舉例子 15分之1 你覺得出得盡嗎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來 我們除除看 好 1除以15 分不到0 好 換成下一位 到什麼位 10分位 數量會變幾倍 對 所以記起來換下一位 換下一位 數量都是變10倍 可是你要點小數點 告訴人家 是什麼位 懂不懂 懂齁 來開始除 10除以15 分不到0 再來 再換下一位 數量變10倍 補0 6 答案等於 9 10 減完 10 10 會不會了 好 再來換下一位 數量變10倍 所以要補0 變10倍 一定都要補0 懂不懂 我跟你講 你們學校老師 學校老師 會叫你們不用寫 不用寫的時候呢 你遲早就會出事 不相信你 閉著眼睛過馬路 今天不會撞死 明天一定會被撞死 聽得懂 懂不懂 懂不懂 遲早會出事 我告訴你為什麼會出事 因為如果不能 你沒有點小數點的時候呢 你這裡沒有補0的時候 欸好 剛剛不夠啊 剛剛這裡不夠對不對 欸 像哪一個 這裡6 這裡補0 這裡10 哪裡啊 不是這一題 不是這一題 我這麼講 如果下次你碰到這個 欸這個根本不能儲的時候 不夠儲的時候呢 你這裡 你沒有寫0的時候 你就啊反正不夠儲 就沒有嘛 沒有你就忘了寫 就會少一位 聽得懂 可是你有把這個0寫出來的時候 你就會對齊 你就會對齊啊 你就會想這種錢分完啊 你就不會有漏掉的數字 懂不懂 懂了啊所以呢 再補0 這裡是6 所以這裡90 好 所以減完10 換下一位數量變10 被 0 記住 換到 記住要補0 表示出現新的錢了 更小的錢 懂不懂 懂齁 啊所以呢你會發現 一直是不是重複了 所以等於0點 對 好 所以看這邊 看這邊 看這邊 啊所以呢 除不盡對不對 因為15可以變成 那到底是 是不是誰造成 造成除不盡的 對 3造成的 會不會了 會不會了 啊所以只要是25 分解完 只要是25都除得盡 你上次沒來 你有沒有對 對對對 好 就跟那些 那叫做動算動算 然後就跟著瞎喊動算那些人 自己都不判斷 好 好了嗎 阿如果只有2跟5呢 那一定是除的 緊 那請問 好 他請問你 你覺得他可不可以整數 他 不是整 我講錯了不是整數啊 可不可以除盡 可以 你怎麼知道 625 來我們分解 嗯 分解怎麼可以用25 紫因素分解怎麼可以用25 紫因素分解只能用哪些數字 欸我問你 什麼叫做臭男人 第一個他要是男人啊 這是第一個條件他要是男人 而且他又不洗澡 所以他叫臭男人 對不對 那什麼叫紫因素 因素是把人家整除的對不對 啊什麼是紫數 紫數就2 3 5 7 11 13 17 19啊 啊所以是這些數字又可以把人家整除 所以叫做直 因素 懂不懂 所以你一定要用直數 用直數2 3 5 7 11 13 17 19 2 3 2 9 你們有背手嗎 有 2 3 5 7 11 13 13 2 3 2 9 背到30之前你很快嗎 比我快嗎 沒有 自己脫褲子自己打屁股 2 3 5 7 11 13 17 19 23 29 注意聽我講 你到國中要背到100以內 可是到國小你要背到30以內 因為通常通常只用到23 29就夠了 因為國小數字不會出很大 可是國中數字會出很大 所以你一定要背到100以內 聽懂 啊所以有空一定要多背喔 2 3 5 7 你上國一的第一次月考 又考一次公運數公背數 公運數公背數很奇怪喔 小5就出現 小6再來一次 小6上學起的第一次月考 又有公運數公背書 到了國一一年級的上學起第一次月考 又出現公運數公背書 連續三年 會不會 所以記起來喔 2 3 5 7 11 13 17 19 23 29 2 3 5 7 11 13 17 19 23 29 所以我2 3 5 7 2 3 5 7 2 3 5 7 再11 13 17 19 23 29 才10格而已 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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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所以呢用誰 5 我尾巴啊 尾巴5啊 所以我的背數用5來 5 1 2 5 所以5 5 25 再用5 5 再用5 5 會不會了 所以實力數分解 學校有沒有教 有 完了 那我知道你們學校一定是這樣子教 你們學校教你們這樣子 你們學校教你們這樣子 6 6 625等於 6 6 5你可以把它拆成25層 有沒有背過 有 那25又可以拆成 5 5 阿所以最後就是這四個 你們學校是用這樣子 喔 你那個還要4 幹嘛用這個 我跟你講這個很麻煩 如果數字越大你要怎麼猜 會不會了 到底會不會 好 所以你拆完之後 拆完之後你會發現 他是 4個5乘起來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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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5欸 出的進還是出不進 出的進 出的進齁 好 出的進我們就出出看喔 喔 小數處罰 好 小數處罰 一定要整齊整齊對齊對齊最重要 來開始的 對活該 我叫他的 1 除 1除 不夠 分不到0 再來呢 點小數點 點小數點那幹嘛 補齡 補齡 補齡幹嘛 換下一位數量變十倍 再來 夠嗎 不夠 如果你沒有補齡你就忘了寫上去 10不 跟你講過了 好 再來 阿所以 你忘了補齡的時候 你會覺得反正又分不到 你就忘了寫 你聽得懂嗎 懂喔 所以一定要補齡喔 好 分不到寫0 再來換下一位 補齡 補齡 來這裡 分不到再來 補齡 這裡 六 所以這裡 三十六 來換下一位數量變十倍補齡 再來 喔這裡 猜前面 六六 三十六最接近 阿在層後面 六二 進一 進一 阿剛剛六六三十六又進一 所以又沒有超過 所以你一定要猜 六開始 懂不懂 所以除法 除法一開始都是猜 前面 阿除到最後的時候才猜尾巴 懂不懂 懂 你們除法 學校有沒有教 有 有 阿老師有沒有教你們猜頭猜尾 沒有 難怪你們除法都那麼慢 好 所以來用六 六五 三十 寫零 六二 十五 十五 六六 十六 真的除完了耶 所以答案等於零點 零 零 零 所以什麼時候除得進 只有二和五 什麼時候除不進 有二五以外 什麼時候除進 只有二五 什麼時候除進 什麼時候除不進 有二五以外 什麼時候除不進 什麼時候除進 除不進 除不進 有二五以外 接下來你要把那個有要講出來 有二五以外 別的 別的有別的 懂不懂 什麼時候除進 只有二和五 什麼時候除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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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時候除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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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二五以外 有二五以外 會不會了 什麼時候除進 只有二和五 會不會了 所以會了齁 會了齁 我要插囉 好 怎麼又講到那麼多去 好 怎麼那麼多去 好 所以會了齁 所以知道要小數變 分數了齁 來 所以我要把題目抄一次 我抄 注意聽齁 你檢查齁 有沒有抄錯齁 好 檢查 沒有 沒有好 再來做記號 好新的題目出現了 來做記號 括號裡面 括號裡面要先算對不對 啊括號裡面 括號裡面 括號出現表示裡面還有更重要的題目啦 括號裡面就代表它有更重要的題目要先算 聽得懂 啊所以呢 那請問你 括號裡面要先算對不對 那請問你 那括號裡面有哪些算法 對 啊所以你要畫哪裡 喔先陳儲所以先畫這兩個 先畫 喔陳儲 有無限會陳儲所以畫這兩個 記起來喔 只要是陳儲都要一起 聽得懂 懂了沒 懂了齁 會齁 啊所以呢 來抄出來囉 嗯 七分之 七分之五 乘以二又 三分之一 乘以六分之五 來 欸對改上下 三分之五 乘以 三分之 乘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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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改完上下之後就可以 上下抵消就是乘除 抵消 所以找誰跟誰 七跟七 還有嗎 沒有 沒了所以答案等於 答案等於 對 好除法除法結合 一起除 再乘法成法結合 會不會了 會齁 好所以這個算完了 來再還有下一個 八分之七 乘以一喔 乘以 啊所以八分之七 乘除改上下 乘以五分之八 乘以十四分之三 來 正義小心 來上下抵消稅 八分之八 八跟八 十分之四 所以請我講 我撇掉其實這也是要寫一 要寫一啦 聽得懂 啊一 一乘什麼東西都沒有變 所以是沒用的東西 我就不寫了 懂齁 來 七跟 十四 十四 二 欸對這裡要小心這裡是二 會不會了 所以答案等於 十分之三 十分之三 所以我要超過來了喔 你看喔 瞬間喔 這麼長的節目喔 咻一下 你注意看喔 變這麼短喔 有沒有變很短了 有 有沒有突然變很短 有 啊所以出現節目了 來做記號 過號裡面先算啦 啊裡面只有減法 所以就減啊 就減啊 會不會啦 你們在聽 記起來 一變成分數的時候 都上下是 一樣的 二分之二就是二除以二嘛 三分之三 就是三除以三嘛 會不會了 會不會了 所以一可以變成二分之二 三分之三 四分之四 五分之五 六分之六 七分之七 八分之八 九分之九 十分之十 那這裡可以變成十八分之 十八 十八 啊所以呢 跟它減掉之後呢 啊 減一就是減十八分 十八分之七 蛤 十八分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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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後面那個一減十分之三呢 一可以變成十分之 十 十 減十分之三 所以等於 十分之七 十分之七 來放回來更短 更短喔 十八分之七 更短 麻iva 為什麼會被當內 極無理解 淘汰 biliyor 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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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淘汰 澆汰 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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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對啊 哭不會了 所以答案等於 收工 好 打開 寫上 全部都要給我寫上喔 連記號這個 都要寫喔 好 第二類就是每一題 每一題做記號找新題目 做記號找新題目 做記號找新題目 第二類就是這樣子 聽得懂嗎 所以第二類 第二類很多 大概將近快80題 所以呢 我們每天 我們固定每天做個四五題就夠了啦 沒有還有其他類的啊 我待會還要講第二個啊 我要講第三種啦 我可以不可以插了 你們到底有沒有記著 加減通分母乘處改上下 除改成點倒 你只要記住這三句話 然後開始算的時候就是 做記號做記號 然後呢 加減通分母乘處改上下 除改成點倒 會不會了 所以你只要記住這四點 做記號做記號做記號 再來 加減通分母乘處改上下 除改成點倒 你只要記住這四句話 你全部都會做了 連國中題目拿來你都會了 會不會了 我插囉 你看喔 那裡要先做記號 哪裡 好 把小數抓出來 打勾 因為要把它 要幹嘛 改分數 改分數喔 那0.5呢 我不寫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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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再寫喔 0.5等於十分之五 所以上下約分二分之一 早就備熟了 你還 你還幹嘛還 還算 還寫 聽得懂 因為這幾個都是你過的 所以你可以偷懶 不用再寫出來 懂不懂 所以0.5等於 0.5等於 會不會 我們好像在暑假學過啊 我們暑假在學那個半圓形有沒有 半圓三除二嗎 半圓三子小精靈 半圓三子小精靈 那時候有學到除以二啊 還有三角形底乘以高 除以二啊 還有上底下下底乘以高 除以二啊 所以這幾個都有用到除以二 所以我就教你除以二只有兩種 不是整圖 要不然就是會余一 一再除以二 余一再除以二就是 點五點五還記不記得 會不會 會 會齁 阿所以呢 所以注意看喔 因為你已經有背了 所以就可以直接寫了喔 一減二分之一 乘以二 加上二分之一 乘以減三分之一 除以六分之一 加上三分之一 小心 四分之一 蛤 四分之一 到底多少 四分之一 好 我用給你看 0.25 到什麼位 百分位 所以分母就是 一百 分母一百啊 所以呢一百分之 二十五 上下催我 上下催我 二十 上下催我 一十 阿所以我那時候我們教過你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有沒有 一除以四就是0.25 還記不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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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四分之一 再乘以 十二 好 再來換哪裡做記號 括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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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來這裡 括號裡面先算 只有一個算式 所以就是全部畫了 來 所以超出來囉 注意看囉 一減二分之一 等一 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 再來還有下面 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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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分之二 六分之二 五分之二 加減 所以下面要变一样 下面要变一样 会不会 要找最小功倍数啊 你不要再用短书法了 我教你一个方法 你就从大的大的大的这个 去找他的倍数 看看也是他的倍数就可以了 所以三 不行哦 三一倍嘛 三的两倍就是六 六是三的两倍 那六是不是也是他的倍数 是啊所以恭喜你马上找到就是用六 用什么 来自想 看清楚 会不会 会 会不会 你说找大的倍数 也是小的倍数 那个就叫功倍数了 懂不懂 好二变六 所以跟着乘以三 三变六 上面也要乘 所以答案 三等于 六分之一 六分之一 会后来最后一个 三分之一减 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 呃 四分之一 变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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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 十三 四分之一 会不会 会后 好 再来做记号 五一六分之一 下五分之一 下五分之一 可与之后 会不会了 会 好 再来做记号 这里有存 前后画起来 这里有除 小心哦 不要给我画到加哦 还没轮到 还没轮到要加法 懂不懂 好 再来 这里画线 这两个画线 来 开始了 这里算完多少 五二 一分之一 你觉得这个是上面还是下面 对 没有那条线 就表示是上面 下面 所以它是上面就可以跟这个下面 底下 所以最后只剩 一 这里一了 来 再来 换这边 来 请问你二除以二等多少 二除以二 三除以三 四除以四 五除以五 九十九除以九十九 一样除一样 六分之一除六分之一 对 还是一 听得懂 如果你把除改成成后面颠倒 六四跑去上面了 就可以跟它抵消了 懂不懂 懂不懂 好 再来画这一个 一 它是上面 它是下面 所以可以抵消 所以还是一 一加一加一等于 三 收工 会不会了 会 好 打开 写声